接着带你来看到9号上午8点40分左右 花莲果菜市场停车场传出汽车火警 而现场波及两部轿车 索性警销货报后迅速的到场来控制场面 并没有人员伤亡 分洒泡沫全力灭火 消防员争分夺秒救援燃烧的轿车 戴上手套小心翼翼的拆开融化的引擎盖 浓烟不断窜出疑似救世火源 而这里就在花莲果菜市场的停车场 9号上午8点40分汽车突然自燃 停在旁边的车也遭殃波及车主满脸无奈 你出来吗不要 没有上当的车吧 就是有溶掉一点 那个后照去那里 一辆深蓝色小货车 后照镜因高温扭曲变形 起火这台轿车的车主一早来买菜 刚买三样菜离开不到五分钟 就看到爱车起火燃烧 他强调虽然车龄有20年 但一直有定期保养 初步研判火灾原因疑似是引擎过热 这里是花莲最大的国菜市场之一 当时市场挤满采买的民众 幸好火事只波及两辆车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确切起火原因 还有在警方和消防进一步调查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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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